再来看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的普选争议上升到国际层面 之前英美官员先后就普选问题发生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宏磊周一就指责英国官员 就香港政治发展说三道四 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反驳说 人权无国界 国际社会应该就香港问题发生 继美国新任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下迁伏之后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斯威尔 早前也在香港报章撰文历称普选 又承诺会对香港民主普选做任何支援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宏磊指责斯威尔 就香港政治发展说三道四 声称不准外国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强调 国际社会应该就香港问题发生 他也反驳中共喉舌《环球日报》社评 批评泛民主派借英美壮壮绅士的说法 他强调稍后会到联合国反映儿童的人权问题 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民主、自由、人权和法治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